哎呦啊媳妇 那个我刚吃完饭 闯完这视频我特别赶紧开来 我觉得就是生活中啊 这社会压力 生活压力 尤其是这一个联考的 跟一个家的朋友 这男的压力太大 我顶着压力读了那么多年书 都没离家出走 你们不觉得我很坚强吗 就是说这哥们 不管是说几件城市 不管说是不是在北京 然后在几件城市 这男的说 一个月的工资 发了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五块 我就问你不少吧 不少 我说这呢 河南许昌 这工资也太高了吧 这也属于高的习 力气不低 但是 哥们俩话 扣掉和自己 就说跟他媳妇 各种开支 最后 最后这生的余额 惊呆了 全国的网友 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五 这一桌也 说他们俩 就是各种开支 五千 就吃个拉 不多呀 我感觉也不多 是吧 房贷 三四千 这就八千多 然后什么 两个人社保 一人一千五 三千块钱 到最后就是那意思 可以存 或者说可以 呃 盖点 就说 那个私房钱 或者是买点东西啊 太尴尬了 我不是说那个 给自己留点 给对方买点东西 买点东西 就剩一千 一千一百块钱 太惨好 就存 能存 一千一 多难 咱家我那种感觉 就就 一分钟存不下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 其实现在现在现在 现在你现在是这个复数 对 复数营业 然后 嗯 那 我怎么觉得那个就是年景 特别好的时候 不是 可是我总结对咱家的前行 都让我花了 有点不对 不是 不是那没事 啊 我觉得这个社会生活的压力太大 就不管你挣多少钱 啊 你在一线程度 有一线程度的压力 你在二线程度 有二线程度的压力 真的 就说他剩一千多块钱的时候 我同情他都 都比同情我还要大 我就自己感觉我都 我特别同情的 你还同情人 老公 你要不是自己 创业自己什么的 就我问你 因为你挣一万一千多块钱 你感觉怎么样啊 这工资 不少啊 是啊 真不少 我不知道那个屏幕前的 那个全国的网友啊 你们能挣多少钱 一个月 啊 就说 挣不到一万二 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五度 是吧 挺高的 是吧 我觉得还行 因为现在目前我的 就是这种生活状态 是吧 就是看着我还挺舒服 还能怎么样 他是老板 他在那儿好车开着 是吧 媳妇挺漂亮 出路穿着车擦的 是吧 北京话 就是穿着溜光水滑的 是吧 挺好 然后 一分钱就没剩 回吧 都甭说 剩一千多块钱 啊 一分钱就存在下 房租 水电 人员工资 啊 呃 生活开支 吃饭 是吧 呱一的钱 甭算 啊 然后孩子 教育的钱 哎呀 我是富裕 但是我也特别羡慕 我就觉得自己不创业 是吧 哪怕上一个班呢 开一万二 所以我能剩一千多 我都觉得特别心疼 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屏幕前的您 是否有那个生活压力 是吧 工资不少 我感觉要是在怀柔 一般情况下 一般的工资 就五千块钱左右 就不少了 真是不少了 也就四五千块钱 三四千 四五千 然后当然也有那万八 万八呢 都是特别是吧 特殊 而且我要告诉你 我个人感觉 因为我在 是吧 就是那种 国营的单位干过 就是那种工人的是吧 你上班 十年间跟现在 我觉得也就涨头 有百分之十到 咱们二十 现在也就四五千块钱 你加个班也拿到五六千 也不少了 是吧 你说你挣七八千呢 很少 说干工人的挣七八千 我觉得很少 你不管是在哪个单位 要挣七八八的都贼类 就是要干体力的 是吧 我没听过过 十一楼 但就是当工人 说挣一万块钱 我基本没听过过 就是六千块钱左右 五六千块钱 普通就是三四千 四五千 你说挣那么点钱 现在你说你要有房贷 或者车贷 带啥的 我都把爱的感觉 太难了 真挺艰难的 像那个 就是说社会人当中 那个铁饭碗 什么的 能拿到一万块钱左右 这里 是吧 你普通的那种工人 我觉得也就五六千块钱 像他拿到一万二 完了我还剩一千块钱 我就觉得 我都想去干美 这现在来讲都算好日子吗 对啊 我不知道你们能挣多少钱 说能存多少钱 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啊 就是说 刨出吃喝 刨出吃喝拉撒睡 刨出教育 刨出孩子 刨出养父母 养媳妇 就没得刨了 要没有媳妇 没有那什么的 还好说是吧 光不是一个那个 说自己吃饱了不饿 是吧 谁都没有媳妇啊 有那种大学生啊 或者说那种 独立大学的 那个个人那是吧 甭管单身男女 那他更难 他面临着没有这些东西 他怎么找媳妇 怎么买房 怎么买车 我现在觉得就是 你像在北京 你一个月假如说两口子 每个人都能挣 一万块钱 你要如果没有房 这么跟你说 我怎么感觉 一辈子都会买不了房 真的一辈子 家里要没有点 说你买个车才正常 你说你买个房 尤其是日本管是二三四环 就即便在郊区 就在怀柔吧 你就按怀柔 就按均价 就不要 一百平米的 就就按三万一瓶吧 差不多就 对 现在招就是四万多好点的 那什么的一般的 就得三万 你就按三万一瓶的 你买个八十瓶 二百四十万 你先蒙装按那个 那你扒刀全下来 就三百万 就三百万 三百万 您假如说您有一百万 您弄二百万万块钱贷款 买一个还多少钱呀 我怎么想我都可怕 不吃不喝 你都还不起 所以说呢 现在有些人说什么小姑娘现实啊 一说就要房啊 要车啊 你不要咋 那我分 那明天那日子多累 谁不想活得轻松一些 真的是吧老公 真的真的 所以说并不是说现实 是这个社会才现实 没办法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 以前老说那个 五十年代生人 六十年代生人 七十年代生人 各种压力 区域比较几乎 八十年代生人 九十年代生人 两千二零零零后生人 是吧 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比之前的 你之前还是说是父母啊 公子贴不一点 还能买房 过去的孩子 谁也能再贴不 父母已经买不起房了 底下的人 你说是吧 零零后你还怎么买 你说现在 假如现在他们结婚的人 买房 背着二百万贷款 这一辈子 他如果说没有什么 大富大贵 住福利彩票 斜的歪的是吧 没有斜的歪的 他他 他都还不起 斜的还呢 还哪 还有钱给儿女凑啊 是吧 只要正常的 过日子的啊 咱们甭说呢 斜的歪的 我不知道平目前的您 一个月挣多少钱 是否 有存向 是否有能存钱 哪么一月存一千块钱呢 两千块钱呢 是吧 你们都分享分享 你们在当地 什么生活水平 挣多少钱 存多少钱 有没有车贷 房贷 是吧 养父母 养媳妇 养孩子 各种那种养 是吧 结合你们当地的经济 还有你们 就是说 你要我们家 我公公婆婆 都不用我们 因为他们都有退休金 甚至我公公婆婆 开始贴油栏吧呢 对 前一阵我给她买什么 蛋白粉啥的 她说 多少钱我给你吧 我说 不用啊 那您到时候回来没有 您干什么 我就给您买 就是说 还没有这方面的 一笔钱 这一笔开支 我们都是说 现在来讲就是怎么说呢 反正挣多是花多 就没什么存向 你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或者说你们自己 也没有什么 必须我这一月 就得存多少钱呢 这种 但是你已经做得不错了 把自己照顾好 把孩子照顾好 钱给我的父母 是吧 我就是 让我心理安慰很大 不管是我父母 想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义不中词的 给他们买足了 我觉得这点 我义不中词 虽然但 暂时我停一下钱 是吧 我也理解这哥们的感受 再难 咱自己得停 是不是 当下这个社会的青年 就得比上一代的 还得有肯干 还得挺着 你们都咱挺过来的 哈哈哈哈 好了 我们来好了 跟大伙儿聊两天 就突然看了这么一则小新闻 对 是吧 小视频挺逗的 对对对 挺有感慨的 挺有感慨的 真是 也会仰样的 你再当地是吧 这种生活状态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